刚才谈到美国企图压制中国大陆的晶片产业 我们再多聊一点 中芯国际因为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而改组董事会 在董事会完成改组之后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君 他表示说 董事会改组会让中芯国际更加关注在大陆国内的业务 估计是占70%以上 因为通膨地缘政治还有疫情 以及宏观经济的因素 晶片产业因为市场需求不稳 库存水平比较高 正在处于严重调整之中 至少会持续到2023年的上半年 现在充斥各种不确定的因素 那今年中国大陆的晶片产业 发展要怎么去观察呢 我不知道黑名单的原因 如果是说用DUV试试曝光 偷做出漆难 我知道是算不算 美国如果不给它EUV 那高通也不给它晶片代工 不让它做高阶晶片 那它事实上就跟其他的中国的晶片厂没有差别了 就是14奈米以上嘛 那那个就是他们的成熟製程 那事实上成熟製程在中国大陆 目前国产替代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甚至认为会造成 可能再给它两年嘛 可能价格破坏就开始了 然后就会跟以前的面板 太阳能模组一样 然后其他国家都没有办法做 就性价比都比不过中国大陆 这会是他们的土为之道吗 这个不叫土为 是B里变成14奈米以上的成熟製程 必须依赖中国的制造 其实已经出现了 现在中国大陆跟韩国 在成熟製程上面 已经出现了刚刚讲的 很小一部分的价格制造 所以为什么中韩在这几个月 其实都出现了韩国的贸易逆差 其实都跟半导体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台湾世界先进 做成熟製程为主 那股价就暴跌了 中芯国际 那刚刚讲到说 其实他们最近还有另外一个 引发关注的议题 就是华尔街日报 他们突然披露说 曾经在台积电任职的梁梦松 他是在2017年加入中芯国际 而且帮助中芯国际量产7奈米的晶片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当中也提到说 2011到2015年间的梁梦松 他曾经也在三星带过 帮助三星的挤升到先进制程的行列 所以华尔街日报就称 梁梦松是台湾晶片魔法师 这个媒体人看一下 凤青姐 美媒为什么突然会聚焦在梁梦松 而且还给他一个台湾晶片魔法师 你觉得 其实在前一阵子是由这个IC Insights 这是IC设计有几家 还蛮有名的智库 他们就随时会去追踪 每一家公司 它的半导体的一个发展 那IC Insights 它把那个就是由中芯提供晶片的一个挖矿机 卖给美国的挖矿机 拆解完了之后 赫然发现中芯所提供的晶片 已经到了7奈米了 那理论上来讲 它所拥有的DUV是只能做14奈米以上的 那14奈米以下的这种先进制程 它怎么会做得到呢 听说让人吓一跳 所以就让全世界的半导体界 就引起了一份 一阵哗然这样子 当然7奈米它目前看起来是很初步的 还不到这个7奈米的第二代 还是7奈米很初步的这样一个状况 可是你当 而且当他们判断说 因为那个产品大概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所以你中心应该做成7奈米 用DUV的机器做成7奈米 至少有一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他们就要去问说 是谁让它半导的这样子 梁包松当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自己拥有半导体 几百项的专利技术 所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他是台积电的研发长 但那时候副总没有升到他 所以他非常的火大 然后就离开了台积电 后来去了三星 本来在三星学院 然后后来当然也有帮助三星 做先进制程 然后之后到了中心 事实上用DUV 是不是一定不能够做到7奈米 其实目前我看到的资料显示 不是只有梁梦松而已 另外一个台积电的资深元老 叫做林本坚 他曾经说过 他说中心可以用DUV做到5奈米 是其实可以做到5奈米的 只是说粮率这种东西 可能就不可能像台积电这么高 因为台积电的粮率 就半导体粮率是它的成本线 就我做成了100 然后这里面95片都是好的 只有5片是不行的 跟我做出了100片 只有50片可以用 那就差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对台积电来说 其实它也要提防 是中心国际追上来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积电担心 全世界都担心 因为英特尔可能很快就被追上了 目前这样看起来 如果它可以做到5奈米的话 那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可以追到英特尔 那台积电的部分可能 因为它已经要做2奈米了 可能时间就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条路 可是再配合上海微电子的发展 就光科技这边设备的发展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原来它有魔法师在里头 那是不是就代表你要去封锁中心 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我这样讲 我觉得中心现在最让人 就最让台积电或英特尔稍微要稍微关注的 是它的人才群已经形成了 不是任何一个魔法师 半导体一定是团队合作 但是美媒这样的提醒就是说 你要小心这样的人才已经在中心国际了 你已经有这样的研发长 就是说你有一个最高的一个投资 然后你的人才库又足够的情况之下 你未来很快的追上的 就算你没有EUV 但是机会是有的 但追到一定程度是有机会的 台湾鸿海集团 我小谷一下 因为技术上是四次曝光就做出其他一年 那良率当然会偏低 因为会有耗损 可是问题是它的资金便宜 它人力便宜 就是我的优势 搞不好就追上 因为我用DUV的机器设备比较便宜 折就已经都折完了 所以从总体的成本来讲是偏低的 我们讲说这是比较高端的 先进制成的 那现在看到台湾的鸿海集团 其实最近他们也被关注是说 可能投资新的清华紫光集团 240亿元这个投资案 那鸿海的董事长刘洋伟 在法术会10号的法术会当中表示说 鸿海参与的新紫光集团 他强调是新的 不是过去的紫光集团 他说过去紫光集团旗下 像长江存储 还有武汉星星都已经分出去了 所以恐怕大家是误解了 不过现在经济部在4月份发布修正 带大陆地区同事投资 或技术合作许可办法 改采事先申请许可 所以鸿海投资清华紫光 会不会成为新法第一波的管制对象 这是第一个问题要请教黄老师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现在考量就是说 还在投审会当中 现在还在审查是因为外界也说 是因为有政治跟国安风险 到底有什么国安风险 当然啦 如果我们照报导来看 它只是资金的部分 完全不涉及其他 那这等于是一种投资而已 可是我们只要仔细去看它这整个流程 它这个投资透过不同的层次 这样子走着 越走越接近 应该说越走越接近中国大陆的领域 而越脱离台湾 可以检查领域 为什么这样 也就是说第一个国安风险 我要讲的行政部门 政府能不能够审 事前能不能审 有没有能力审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 对 然后你事前审跟事后审 事前你有没有能力审 它有一定的困难度 第二个 国安的风险谁决定 到什么位置决定 认定的标准 认定的标准它有困难 就是说你难以扶重 因为你还要牵涉到其他的产业 而且其实在这个 因为联省会我还有一点了解 联省会真正在执行的 就只有一个执行秘书 真正他是委员自审 那只要陆委会跟国安会有意见 基本上都不会过 所以认定的是 国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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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国安会会派一个国安支委过来 那我了解是那个国安支委是非常保守 所以就像华老师讲嘛 就是认定上如果认为是有 有国安风险的那就 就过的机会就不大了 跟国安会没有办法辩论 是啊 在这个台湾是如此 大陆这边也有一些 晶片产业的问题 继续带大家来看 是说因为彭博报导说 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呢 投入了上兆美元的资金 晶片产业却没有取得 以前国家级科研成果应该 科研的成果应该有的突破 所以中共高层呢 对此已经展开这个反腐败的调查 请教老大是说因为中共中纪委在9号宣布 对于参与国家这个管理国家大基金的华兴公司 有三名高管展开调查 然后同时也在调查这个 这是工信部的部长孝雅庆 孝雅庆也成为这四年来呢 接受纪律审查的最高级的现任官员 所以在大陆中央重新整顿之后 外界现在也预期说 大陆的晶片产业 是不是因为这一波整顿之后 可能会有比较突破型的表现 第一个就是说 你整个投入了上兆的美金 十年没有什么 就是说明显的成果 在大陆是很少见的 所以一定有问题 要看绩效 第一个 那第二个这个问题呢 它这属于一个怠惰 就是不努力 拿高薪不做事 还是一个贪腐 还是更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到现在越不明显 就表示问题越大 但是呢第一个就肖雅庆 肖雅庆被打 你看大陆的一个宣布 第一个还称他同志 肖雅庆同志 然后说他涉嫌违纪违法 可是这个案子 大家注意到的是六个人 这六个就是说 整个大陆晶片 第一名到第六名 重要的人物 通通就调查 那然后呢 更担心的是 被美国间谍渗透 但是这个来讲 并不会说美国都有问题 但是最起码他这样一个亲的时候 但是在亲的时候 会有一段时间会人心惶惶 因为人有时候很怕被误会 被诬赖 他有 他有问题 那我哪知道 我跟他在一起啊怎么样 这个会有 但是最起码就是说 对这个产业 他后面会马上会 会整顿 大家会比较精神 会马上整顿 会觉得说这个时候不能再开玩笑 所以他只是怠惰 只是腐败 是违纪 违背贪腐 还是有国家安全 这是这个案子后面要看的 老大果然是这个观察入围 从这个 从当中找到细微之处 我当中有一句话 文字少就是问题大 OK 好等一下 等一下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来关注的是这个美印传出要有联合军演 怎么观察 马上回来 大陆在台海军演 美国则是频频跟大陆的邻居举行军演 综合媒体报导呢 这个美国跟印度将在10月份 要展开为期半个月的战争实践 联合军演 那么这项演习呢 在于加强美印陆军的协同作战能力 而这次的军演的规模 项目还有是不是会有实弹 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 但值得关注的是呢 军演的地点是选在印度的奥利 这个奥利呢 它距离中印实际控制线呢 不到100公里 王老师是故意的吗 你觉得 这个地点在过去这段时间 每一年 每一次在印度演习的时候 所有地点都不一样 换来换去的 这个演习就是叫做 《战争实践》这个演习 是2002年开始 到今年刚好20周年 对 它并不是第一次举办的 对 那它的计划阶层 就是做演习计划是在履集 但实际上演习的时候是营级部队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 参演的部队非常的少 更重要一点 当初的设计 不是因应现在的中国崛起的事 或者是中印边界冲突 它20年前就有这个演习 这个演习的设计 我们都晓得 印度是在联合国 这个所谓维和部队里面 是扮演大角色 所以印度的地面部队 会到世界各地去 会碰到美军的几率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演习的初始目的 就是让如果美军的这个unit 比如说营级单位 或者是印度的营级单位 在某一个作战区 他们要共同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发生这个激同压降 不要发生没有办法协同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很有默契 对 基本上就是 等于是联合行动 大家都互相知道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但是这是选定这个地点 目的是反恐 因为2002年的时候 所以它不是针对 我们今年的地点有针对性 而且明年 去年是在阿拉斯加 所以这次选这个地点 并没有针对性 可能有政治意义上的针对性 但是就单纯军事观点 营级的演习 它要传递什么政治信息 就是你往东边西边也有 其实都是一个局 一带一路是往西走 所以中国大陆基本上 比较主动的是往中亚 往南亚 往西走 它往东它是以防御为主 OK 老大你怎么看美军船舰在印度 进场大修这个事情 这是第一次 那是不是代表说 美国远洋舰队 它现在多了一个维修的补给点 据点 一个美国军舰的维修能力 真的是很危险 以前美国的造船 全世界美国造船是18% 可是5年前就是2% 那你造船这么差 那你修船呢 一样 还有航空母舰 通常原则25到30要大修 跟你好坏没有关系 因为新的战争型态改变 你新的遗迹什么样改变 现在美国没有办法维持 要排的话排到40年 那航空母舰50 所以这个它都是一个问题 那其他的军舰呢 所以这个时候它必须要找修 那好了 那造船修船最厉害的 中国韩国它能找吗 对不对 它没有办法 那只能找印度 那你再找 那找印度 那找到印度的时候 美国心里也有准备了 那些有准备就说 印度的效果会很差 他要多监工一点 不要到了以后出来漏水 不要到了以后 你接下来问你 我昨天 昨天这场跟我那个日本朋友 在聊天 我说你看美国以后船修会怎么样 跟你们台湾打疫苗一样 不想不敢当 排到哪个疫苗最好不要排到 就我的船该修的时候 最好不要排到到印度修嘛 但是它印度还是会 还是会监督活卫 说不定最后会被 总是会帮它解决一些问题 选择印度的原因 印度第一个 印度不会被烦恼嘛 它保修嘛 印度管得住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整个这个时候也可以 也可以提升一下 印度的一个 修船 造船水准嘛 因为美国现在在外面要拉 它放了新的 日本 你不要看 日本很好啊 美国跟日本一直保持高度警戒的 委员刚刚讲说成本考量 不然找韩国也没有问题 对 他也有这个能力 韩国的造船业很有名 是 可是韩国一定比印度贵很多 可是我们现在倒过来讲 你会发现说 现在美国所有的问题 都来自于它的制造业空洞化 是 不管是半导体或者是造船业 它的制造业空洞化的问题 对 它在整体实力上面 就缺了一大块 然后它的内部的贫富差距 就永远没有办法改变 美国现在虽然打打印度牌 但是7月份 我们看到中印的第16轮军长级会议 在会谈结束之后 双方的前线部队看到都是往后撤的 这个北京清华国家战略研究 这个研究部的主任叫前锋 他表示 中印两国的关系总体氛围是积极向好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访欧的时候 也曾经表示说 中印致力于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 所以你怎么看 就是中印现在针对他们的边境冲突 双方现在他说 我们可以透过对话沟通 来解决这个争议 那现在整个氛围是积极向好 那如果边境的问题缓解 所以美国如果是想打印度牌的话 你觉得还会有效吗 继续打这张印度牌 普洛西访问台湾 印度有出来谴责中国演习吗 没有 好像没有 就一语道破了 我认为是 因为军方的会议开得还不错 我认为互相同时撤退 留出一点空间的几率蛮高的 事实上印度跟印尼 现在是全球的万人迷 每个国家都要拉拢他们 那这是左右逢源 所以他没有必要明显的 对哪一个不友好 是 那所以你看到印度 其实我们今天多聊了一些 这个印度其实他们最近也看到 在经济上 其实他在俄罗斯的煤炭的购买上 他是大量的购买 7月份俄罗斯成为印度 第三大煤炭的供应国 跟六月份比较起来 这个六月份是170万吨 那比较起来的话 这个进口量是增加了超过五分之一 达到创纪录的206万吨 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在六月份进口的170万吨 这个俄罗斯的煤炭当中 大概有44% 也就是74.2万吨的煤炭 是透过美元以外的货币来进行交易 其中人民币占了三成一 港元是2成8 欧元是占不到四分之一 还有阿联酋的迪拉姆 是占了大概约六分之一 我想问这个奉行姐的是说 其中我们看到印度 他们为什么会持续的透过美元以外的 货币来大买俄罗斯的煤炭 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我们就看到 其实印度跟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关系 是多么的良好 我觉得在这一段期间 我们感受就应该非常的深刻 那印度是一个非常清楚知道 在地缘关系或者是 强权争斗的过程当中 去取得他们最大利益的国家 那你看到在俄乌战争 西方国家在制裁俄罗斯的过程 印度知道它自己有左右逢源的能力 所以大量的去采购俄罗斯的能源 不管是石油或者是煤炭 那么这一次煤炭的 它的这一个使用非美元 一方面印度 当然这里面是 就路透社猜测说 可能是为了要避免美国的制裁 我觉得印度其实好像 并不是那么怕美国的制裁 它这里面比较是 俄罗斯的卖方推动的 就是我卖你煤炭 我不想收美元 因为我收美元反而很麻烦 我要非美元货币 那我觉得印度就是配合俄罗斯 而现在我们看到 这边是俄罗斯的企业呢 它比较喜欢使用人民币 因为对它来讲使用人民币 目前来看是最没有风险的 所以它最积极推动的是 用人民币来跟它买东西 所以我觉得印度这一次的配合 除了有说可能担心美国制裁 然后我不希望经过这一个 你美元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之外 因为如果说真的是说 不要经过美元体系 那也不需要用港币 因为港币是美元的联系汇率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扮演一个很重要 而媒体没有提到的 是俄罗斯的卖方 那一家煤炭公司是非常积极的 在推动说你要用人民币 然后来跟我买 就好像前一阵子 其实澳洲的币和币拓 它是专门卖矿的 那么它把这一个澳洲的铁矿砂 卖给中国大陆 它也直接收人民币 是澳洲澳洲的铁矿砂 卖给中国大陆 然后直接收人民币 这当然不是币和币拓自己 它去争取这件事情 我觉得比较是中国大陆的买方 它这边我就说 我就是要用人民币来给你买 所以可见说人民币在跨国贸易的 这个现在整个情势下 其实有越来越被加重的一个趋势 我看到的数字是在第二季 它比第一季又增加了两成多 所以速度确实是有在加快当中 当然它现在基础的还很小 那你超过资源 还没有 好像 你是说的是Swift里头的那个 贸易 贸易 不过我们之前讲过说像 人民币这个计价 比如说石油美元 石油人民币这个问题 其实讲到石油 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个 最新的一个议题 我想请教委员 是说 因为这两天有看到 英国的《卫报》有报道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预计在下礼拜要访问沙奥地阿拉伯 但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 这也是习近平在疫情发生之后 第一次出国访问其他国家 不过报道也说 现在沙奥地阿拉伯是正在准备很盛大的欢迎仪式 可是也有一个分析的说法是说 外界就认为说习近平出访的可能性 其实是很低的 因为他现在必须要考量疫情 还有包括说 最有可能第一次出访 可能会是在20大以后的G20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觉得这次出访沙特的机会大吗 因为他从沙特河来还要隔离嘛 对 而且是数百名的 按照国家规定要隔离嘛 那现在从北戴河到20大 除非说他全部都搞定了 比如说政治报告还有人事案 不然有一些恐怕要面对面处理 如果他现在真的可以去沙特沙特阿拉伯 那他内部全搞定 就表示他全部搞定了 对 就是政治报告跟人事案都搞定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要去就表示说这件事情一定是很重要的 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还重要 不会只有一个25年的长约 或者说人民币计价 可能还包括海湾国家 会有跟他开联合的会议 因为今年年初 海湾国家六个外交部长去北京嘛 他开联外交就是以海湾国家做主题 他们确实就是要推动 海湾国家跟中国的这个经贸协议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在G20 是算大得分 对20大也是大得分 可是考量的是他的内政因素 就是北戴河的政治报告跟人事案 是不是全部搞定了 因为现在我看在除了卫报以外 其他也没有任何的媒体 而且路透社去问中国外交部他 但是他也没否认 不否认也不承认 对 现在关键就是他也没有否认 因为时间这么接近了 对 好这个事情我们会持续的 跟着大家一起来关注 可是如果看到 因为沙奥地阿拉伯如果把那个大绿旗挂出来 那个就是国家典礼 那听说已经挂出上百面 所以看起来是有大事要发生 那可是 我觉得大陆外交部到现在没有否认这件事情 而且那个卫报用的词是Gala 那个等于是川普访问沙奥地的等级 那这样无疑是打了拜登一脸嘛 OK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关注的是俄乌局势马上回来 好这个阶段我们来关心的是俄乌战事 被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萨基空军基地 在9号发生爆炸 这个是当地的这个卫星图 那目前呢根据外媒的报导 综合来看的话 已经知道造成了至少有一个人死亡 8个人受伤 至少有8架飞机被摧毁 CNN报导说呢 这恐怕是俄罗斯从二次大战以来呢 折损军基最多的一天 而乌克兰的国防部指出呢 无法确定发生爆炸的原因 俄罗斯的国防部则表示 爆炸的原因是航空弹药 但是没有说明这个弹药是怎么被引爆的 所以现在看到的是俄乌双方都否认 这是一个攻击行动 但是有美国的媒体引述匿名消息 指称爆炸是乌克兰特种部队所为 不过这一件 这个消息呢还没有被证实 那么从卫星照上面看到这个 不管是爆炸的这个炸坑啊 还是说这个建筑的毁损来看啊 攻击自爆 怎么研判啊这个老大 那个首先就第一个就是说 看这个俄乌战争双方的报道 都要打点折扣了 但是俄罗斯是会隐瞒一些事 乌克兰是会吹嘘很多事 所以通常俄罗斯还可以看七八成 那乌克兰大概有个一两成 看的话就够了 但是这一次呢 他受损这是真的 损失惨重是真的 那损失惨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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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原因俄罗斯会不会知道 应该会知道 但是俄罗斯他必须要讲自己爆炸 因为他也不要把底盘揭开 那不要底盘揭开 那么当然也可能就是十架左右了 八架到十二架这个飞机了 也不会像有外媒传了三十架了 那什么那太夸张了 那么但是呢 这件事情一定是 那当然是乌克兰干的 你必须要注意到乌克兰很奇怪 他有很多兵士发现部队投降 但是他也有很多汉子 到底是斯拉夫民族 他会自主赶死队的 他也一样是战斗民族 他也是战斗民族 他也是会有些那个自主游击队 他不能让紫苏让人家看不起 他们有这种 斯拉夫人有这种性格 那所以这可能有 不管怎么样 就乌克兰人干的 这是一定的 但是呢 就对妙在在前几天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尔 他说漏嘴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最近向乌克兰提供了反雷达导弹 可以从乌克兰战机上发射 破坏俄罗斯雷达 好了 大家马上查 在他给这个 供应给乌克兰的清单六项里面 没有反雷达导弹 嗯 所以五角大厦是隐瞒 给乌克兰武器 那呢 你会有隐瞒反雷达导弹 你是不是也会隐瞒别的武器 其他的武器 对 而隐瞒别的武器 是不是跟这个爆炸好干 而更妙的你要注意到 俄罗斯冷静的可怕 你看你要注意啊 我是 我当然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很厉害的杀手啊 通常越冷静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他要出很糟 你懂这个意思吗 他平常开始是不怎么注意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 俄罗斯到现在很冷静 然后这个美国副国防部长 竟然会这么讲出这个 然后呢 很多人在在谈论这件事情 他们后来很多人也快把这个消息封锁了 不再讲了 老大都是从蛛丝马迹 所以呢 所以你这个就 因为就 而且这句话还是美国的专家讲的 美国飞机呢 他既然会隐瞒这个雷达 那一定会隐瞒其他的武器 不是你刚刚讲说 他到底有没有隐瞒 这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也许还要再进一步的去求证 但是就是说 美国持续的去提供军援是事实 所以大家感觉你不断希望这个单身继续 对 所以你看像最近这个拜登政府呢 他们又再度宣布 8号是说呢 要提供乌克兰大概有10亿美元 再给10亿美元的军备 包括像海马斯的精准弹药啊 标枪飞弹 装甲车等等 那这也是拜登政府第18次 这个宣布提供乌克兰武器的军事军援 现在已经总额是超过了90亿美元了 而乌双方在11号呢 也在顿内茨克的防卫要冲啊 叫做Pisky 这个周围发生了激战 那有顿内茨克的这个 人民共和国的官员是说呢 他们已经落入了俄军的手中 不过这个讯息 立刻遭到乌克兰的官员否认 现在围绕在Pisky这个地方 展开激烈攻防 那双方对于这个乌东的控制权 非常重视 那为什么乌东整个地方 现在看整个战事的发展 委员您觉得 这个顿内茨克要独立啊 当然要打完啊 这有什么稀奇呢 所以当然要把乌克兰的军队逼走啊 就等于算清场就对了 我觉得美国继续提供军援 这个比较有意思了 可是他真的还没有要到结束点 而且最近这个贸易关税要下降 也没有了嘛 所以跟中国交二 还在继续二化中 还包括这个华尔街 有很多公司要下市 对不对 金融脱钩也在二化中 科技战也在二化中 贸易战也在二化中 那只有普洛西访台 暂时大家暂停不动 所以这个比较就是 会可能无限期延长 我的意思是 就是中俄它通通都在二化中 这个就是它的选举基调了 选举前恐怕都没有机会 没错 会一直持续到其中 所以欧洲自求多福吧 冬天快 对啊 我就在想冬天的话 这个对于欧洲来讲 我不知道它这个CPI 变成降到8.5 是不是给它突然又多了底气了 所以人员价格下降 就表示它可以再继续 可以继续再玩一下 还不是CPI这件事情 是那个汽油价格 每加轮已经跌破了 平均4块美元 对啊 从5.02降到4块钱3.99 对它来讲才真的是这个底气 可是我实在觉得 那个油价撑不久 为什么 就相对比较低的油价撑不久 因为就很快的上个礼拜 他们的汽油消费就增加了 就美国人夏天是有出游的一个习惯 开车出去旅游 那本来呢 其实因为油价高高的 6月14号的时候 平均油价在每加轮5块美元之上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汽油需求 就啪 就整个荡下来 他就不开车出去了这样子 真的是受到影响 可是最新的这个数字我看到 上个礼拜 他们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 可是就回到这场战争上面 峰姐姐你觉得说 现在不想结束战争 应该是美国吧 我觉得三方现在 都没有办法结束战争 就在面子上面都没有下台阶 当然美国是绝对没有下台阶 因为如果说 你可以想象 对拜登来讲 今年年底的选举 乌克兰如果讲说 我跟俄罗斯和解 那俄罗斯要和解的条件 一定是我占你的土地 就是占领了 你绝对不可能拿回去 最多可能就是几个城市 那不是我要的 我可以拿回去给你 可是顿内斯克 这两个卢干斯克跟顿内斯克 他一定是完整的 然后他拿到的克尔松 他也一定不会放的 好 那这个整个的乌东 一直到乌南的这一块 20%的土地 全部都给俄罗斯的情况 你认为拜登他会有多惨 所以美国绝对不能容许 现在结束战争 而乌克兰如果结束战争的话 那么泽伦斯基就完了 他就整个政治也就毁了 他也只能够出亡了 那俄罗斯没有道理 在这个时候说我就停了 然后我把土地归还给你 没有办法 所以你现在看不到 这三方有任何一方 有下台阶的可能 就我倒过来讲 就是你从乌克兰的例子来看的话 中国大陆去看到乌克兰 现在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 只能由美国决定他打就打 决定他不打就不打 那么他在评估台湾的角色的时候 如果是用乌克兰的角色 来评估台湾的角色的时候 你觉得他还会在乎你 台湾是什么样子的人吗 就是你台湾 其实没有自主能力 不是跟乌克兰 现在的没有自主能力 是一模一样的吗 这很好的提醒 不过刚刚讲说 这个战事好像 没有看到要结束的迹象 可是现在就粮食也好 能源也好 特别提到粮食 现在战事没有落幕 可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还有土耳其 以及联合国 却意外达成一个程序上的协议 就是恢复乌克兰 黑海骨物跟肥料的出口 现在乌克兰的港口重新出口 骨物跟肥料 联合国也强调说 是由市场来主导 黄老师 这个是不是代表说 联合国确实在 这个过程当中 它发挥了调停的力量 它有调停 是不是由它发挥力量 我觉得我不敢给太高的credit给他们 因为市场也不是联合国决定 是 对不对 可是全球粮食危机 确实是一个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一个灰犀牛 就在那里了 那现在往冬天走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都还没有讲到 其他能源供应的问题 所以在战事 大家都没有下台阶的时候 你还是要有一些松松紧紧的调配 不可能一直把那个东西 一直往紧的方向去扭 橡皮筋也会断掉 那我觉得这个既然是有利的 对于输出有利 或者是对于解决粮食 立即性危机 可以稍微有点缓解 或预作防范的 我觉得是 也许大家认为这方面是可以做的 千万要忘记 即使俄乌战争 最后我们是用 所有战争都桌子上弹完 在桌子上弹如何结束 那所以大家都要累积一点东西在手上 不是一直都是打杀的问题 回到桌上弹 然后 从抠板机按按钮开始 但都在桌上结束 而且梁子和猪友对象 都是俄义的好多 埃及 黎巴嫩 中东 还有那个北非 我觉得是北非给俄罗斯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非洲团结联盟有地方 没错 其实蛮有趣的 你知道市场决定吗 其实从他们开始谈判 在桌子上弹完 在桌子上弹完 在桌子上弹完